知道它的密度高低之後就要考慮什麼叫沉 Sinking 我們叫做沉Floating 叫做浮 把Beaker放50cm的水進去 然後再加入50cm的油 我們先不要混合它們 就等 靜觀其變 然後我們先放進化石膏 泥膠 化泡膠 化泡膠 和一粒冰 泥膠 有趣的事就發生了 你會看到它們很分開 一層層很有規律地浮在半空中 究竟有什麼驅使它們會這樣停在這裏呢 其實我們看數據 其實每一件物件都有自己不同的密度 密度高的數值大就會沉 密度低的數值小就會浮 The density of the object is higher than the liquid so it sinks in the liquid 密度比其他東西大高的時候就會沉 If the density of the object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iquid it flows in the liquid 比起其他物件的密度低的話就會浮在面上 就例如我們之前說過把雞蛋放在水裡的時候 雞蛋沉 我們就可以說雞蛋的密度高於水 所以它就沉 相反 鹽水的密度比較高就推了雞蛋上水面上 那為什麼這隻船可以在水裡航行呢 為什麼這隻船會浮呢 那我們就要做個實驗 把泥膠捏成一個船的形狀 我們之前做事都知道 泥膠放在水裡就會沉 但是當我們捏成一個船的形狀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分別了 因為你這樣捏完之後 船的中心有些空氣 空氣的density呢 就大大低過這個泥膠 那當船上面裝著空氣的volume夠大的時候 Overall density is lower than that of water 總括來說它的密度就低於水 那當密度低於水的時候 船就會浮 The boat float 那現在我們看看整隻船 其實船艙裡面就有困住了很多空氣 那船的overall density雖然用鐵造 但是它的overall density就會低於水 那所以這隻船就會浮 It flows 可以賺蠻 英雄 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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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水船 水船